安平乐道 维维到来 我是安平 我是维维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乐道 维维 虽然你我来自成长于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这代人 跟我们的父辈 跟我们的祖父母们相比来说 实在是幸福多 是 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那一代 很辛苦 因为几乎是风 风火连篇 对 那这样的故事 这样的时代 也会催生我伟大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 齐邦元的《巨流河》 是 这一部作品呢 比较不是历史书 而是个人的回忆录 它记录了齐邦元呢 从故乡辽宁 一路辗转来到台湾的一个奋斗故事 那其中最动人的 我觉得就是 他跟张大飞那段 没有结果的爱情故事 是 张大飞呢 是中国的空军 飞虎队 飞虎队啊 是 那么他是在 跟日军抗战的过程中呢 不幸地中弹 中上身亡 对 他其实加入飞虎队 就知道自己肯定会牺牲 所以他在 淹死之前 他写了一封信 给他所爱的齐邦元 不 他没有直接写信给齐邦元 他是给齐邦元的哥哥齐正一 也是因为张大飞一直 被他们家照顾得很好 所以家里面就像亲人一样 是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请到康电宏老师 来朗诵这封信呢 这当中的纠结情感呢 就让我们来细细品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八日 郑一 你收到此信时 我已经死了 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 都走了 两天前 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 我知道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我祷告 我沉思 内心觉得平静 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 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 使我在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全然地漂泊中 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 也请你原谅我对帮员的感情 既拿不起 也为早日放下 我请弟秦德周先生 在我死后 把帮员这些年写的信 妥当地寄回给他 请你们原谅我 用这种方式使他悲伤 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位置 这八年来 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记的家书 他带妈妈回我的信 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似乎看得见他 瘦小女孩长成少女 那天 看到他从南开的操场走来 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 说出心意 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他呢 这些年中 我一直告诉自己 只能是兄妹之情 否则 我死了会害他 我活着也是害他 这些年来 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 我这些年 只会升空作战 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 而他每日在诗书之间 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 以我这必死之身 怎能对他说我爱你呢 去年暑假前 他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 我才知道事情严重 爸爸妈妈怎会答应 像我这样朝不保夕 一方不定的人 怎能照顾他 我写信力劝他留在四川 好好读书 我现在休假 也去喝酒 去跳舞了 我活了二十六岁 这些人生滋味 以前从未尝过 从军以来 抱持身心捷径 一心想在战后 去当随军牧师 住房桂林时 在礼拜堂认识一位 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 他到云南来找我 圣诞节 和我在驻地结婚 我死之后 付序金一半给我弟弟 请他在胜利后 回家乡奉养母亲 请你为婉权帮员 忘了我吧 我生千四后 只盼望他一生幸福 祝平安 张大飞 听完这封信呢 我觉得好揪心啊 而且我想 如果我是齐帮员 我看到这封信 我心中一定是 有许多的疑问啊 更疑问的是 为什么这封信 不写给齐帮员本人 而是写给哥哥 齐正一呢 其中缘由 我们今天就请 作家施伟 为你来记读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会超越你今天生活的状态 回到你心中 甚至被你埋得很深的 很挂念的一个人 或者一段感情 所以我觉得张大飞 这个时候想起齐帮员 或者说他从来没有忘记过齐帮员 一方面帮员是他 在他眼中从少女长成 他里面对他有一个兄妹之情 也对他 你说爱情也是 但其实在人世间 我认为没有纯粹的爱情 爱情总是跟某些东西连在一起的 现在一般说的爱情 有时候跟情欲连在一起 有时候跟性连在一起 而战争年代 颠沛流离之中 爱情和家连在一起 是很正常的 一个爱情 让人会想到一个家的模式 其实齐帮员在他心中 就是一个家的模式 一个对话的模式 甚至对于张大飞来说 齐帮员可能是一个 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这个世界充满战争 他每一天飞上天 都不知道能不能下来 但是齐帮员并不关心战争 也不那么关心政治 所以他就是喜欢这些世书画 但是我想一个男人 在战争这种血与火之中 不断地升天 别人看他是英雄 但是他在信中 之前的信中也有描述 自己是很忐忑的 就对于作为一个士兵要去杀人 特别在飞机上 一刹那之间 你要开枪杀死你的敌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残酷中间 我想对于张大飞来说 齐帮员是他 他精神的一个避难所 和一个家园 所以这是张大飞 为什么在临死之前 写绝笔书要写齐帮员 但有意思的是 他不写给齐帮员自己 他写给他的哥哥正义 因为第一他是个基督徒 第二他已经结婚了 其实在他的信仰里面 他不太能认可的这种 就婚外的一种 与齐帮员的这种情感 直接的对话 因为他如果写给齐帮员 他也许会忍不住写一些 从心里冒出来的话 因为无论他信仰什么 无论基督教教义是怎样 感情有的时候在人的心中 是不可能被扼杀的 特别是在这种死的面前 他最后如果真的 直接写给齐帮员的话 我想就不是这些话 所以他写给正义 谈到齐帮员 就让这个家庭 在自己的面前 他写到说齐帮员要搬到 好像要上学到我附近来 爸爸妈妈不会同意 他已经把自己作为这么一个家中 他对齐帮员的父母的感情 也是很深的 所以他从他哥哥这写 其实就把这一个家 放在自己面前 想到这个家 他就与齐帮员隔了一个家 而且通过正义再写 他内心深处 那种你说爱情的那种 岩浆就不会直接喷出来 有的人觉得惋惜 好像因为他的这种 好像宗教信仰 使他不能直肃胸怀地 来讲爱情 我却不这样看 爱情的美妙 其实就在于为对方着想 爱情的美妙 也在于发乎情 只乎你 发乎情 不是我们能决定的 但只乎你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崇高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看这封书信 心中就更为感慨 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对于国家来说 他是中国的好儿男 他要来担当 他去参军 他保家卫国 捐献自己的一生 但是对于一个女子来说 对于齐邦元 他心爱的 像小妹妹的女子来说 他也有担当 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必死之人 不当害了这样一个 跟战火 跟外面无关的 一个非常弱的 这样一个小女子 他是有担当的 像兄长般的担当 齐邦元的家 齐家对他来说 是重新给他家庭温暖的 这样一个家 他也是有担当的 这个担当 就是不要让爸爸妈妈伤心 不要害了他们最爱的女儿 那对于他自己的家 就他后来跟 和别人成家的家 也是有担当的 就我虽然心中 无法不爱念 我里面最爱的人 我虽然面对死亡 我不可能不说出心里的话 但是我不越过那一条线 所以我觉得 他对他的妻子也有担当 最后我觉得 他对天父有担当 对神的家有担当 我心里的感情 我要牵挂 我的国家 我的民族我要牵挂 但是对于天父 他的担当就是 他希望有和平的年代 和平的年代以后 他希望成为军墓 因为他看到军队中 一个个年轻的生命 走向死亡 他希望在军队中 能够成为 那给死亡的人 一个永生的盼望和通道 而且他的发护情 指护女 也是对他所信仰的 一个担当 所以我觉得 张大飞是我认为 非常有担当的一个男子 我觉得在剧留和 张大飞影响了 齐邦元对爱 以及对情感的审美 而齐邦元 又用他的文字 写出了这份审美 而这个审美 是来自于信仰的 爱 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盼望 今天张大飞的信 带给我们的 不只是一份感动 更是 一份关心他人 为他人幸福 着想的精神 爱是永不止息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安平 我是薇薇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